就在上周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 这个新通过的法案就是加州的参议院法案SB357 那么这个法案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禁止警员以游荡卖淫为由拘捕任何人 意思就是说如果警察在深夜的马路上或者是停车场 看到成群的穿着非常暴露的挨个车子敲车窗 而且随身携带避孕措施 一看呢就是妓女在招揽生意的 看到这样的人警察是不可以拘捕的 这样的法案怎么会有人提出呢 而且获得了大部分的支持并且到最后还通过了呢 原因就是他们支持的一方是在说 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很爱漂亮呢 就是喜欢穿的比较暴露一点呢 但是人家不是妓女 警察就是故意的瞧不起黑人和少数族裔 还有LGBTQ人群 所以故意的呢 把这些穿着暴露的他们给抓到监狱里面 所以我们立这个法是为了保护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不会随便的被警察当成妓女抓起来 这个呢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借口 因为正常人和妓女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我给你看一些新闻资料 然后你来告诉我 这些人是晚上和朋友去夜店玩的女孩 还是想要招揽客人的妓女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从事什么正经职业的人吧 但是现在就算警察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也没有任何办法去抓了 没法抓也就没有办法继续调查 因为这里面呢 其实不单单只是存在性交易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战戒女 都是自愿的从事卖银行业的 有一部分的她们是被人口犯操纵的 但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那些被人蛇集团控制的人 得救的机会就更加的渺亡 因为警察已经没有权利去逮捕他们 然后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追踪了 因为现在这样立法的存在 警察就算明明看见街上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但是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立法者真的是从关心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她们为什么想不到这些被人蛇集团控制的少数族裔呢 为什么她们不去为了这些人提供各样的服务 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的生活呢 为什么她们不用更多的力量去打击贩卖人口的罪行呢 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被害者 她们也不关心少数族裔 她们认为性工作是一个真的工作 为什么要去救一个正在工作的人呢 她们不想对嫖娼的人有任何的处置 因为这是她们正当的客户和买家 她们不想对贩卖人口的剥削者有任何的惩罚 因为在她们的大脑里面 这些人只不过是商人 是在从事正当商业活动的 而更残忍的事实就是 在这些站街女中间 有大量的被拐卖的13岁14岁的孩子 这些孩子原本的生活都是和我们一样的 正常的上学放学 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 家长报警上电视求助也找不到 因为她们在人贩子的手里 这些人贩子给她们穿上短裙和高跟鞋 化上农装 如果站在街上远远的看 是很难看出这些孩子的真实年龄的 那么警察现在失去了抓捕的机会 这些孩子得救的机会就更加的渺亡 如果在站街的过程中被警察盘问 甚至被逮捕 那就获得了一线生机 很有可能就此得救 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SB357这项立法表面上说的是 让少数族裔以及LGBTQ的人得到更多的利益 实际上只有那些从事人口贩卖的黑帮和嫖客 买家得到了利益 不管是女人还是女孩 甚至还有男孩都变成了受害者 并且将他们获救的大门狠狠地关上